为什么清朝人要把前面头发剃掉?这里告诉你原因。 清朝人把前面的头发剃掉,留下不同时期长路粗气不等的辫子除了不遮挡视线,对大自然的崇拜击萨满教的影响,还有刚入关时的一种发型说法,金钱鼠尾,只留一顶如前大作便为之金钱鼠尾,也有人说留的辫子细长,要能从同前空中穿梭,所以才那么较总之旧, 是脑门心留一小撮头发,然后输一条小便。 顺治四年广州,义佛剃发链,说,金钱鼠尾乃新朝之雅正,恶官不代十王国之陋归,另一方面就是威胁不挨剃刀,就挨屠刀明朝有个一名说, 实际头令下吕左,无疑庆免金钱鼠尾,几城遍地新山,而且不替,要杀头替的不对,也要杀,也就在顺治四年江南许树关,有个叫丁传的平民因为,周桓警惕少许,流鼎甚大,尽管他,无奸鬼之心,但因为,唯一同风之话,还是被,这就比除了,连带着县官,家长, 邻里也受了牵累,到了清朝干龙年间忍了鼠尾巴,一百多年的中国人对辫子做,些改良头顶流的头发有了一巴掌,大辫子也粗,而许多那时期外国人大量来,华对这种发型称为,朱尾巴,成为外国人对中国男人的主要印象,到了清朝暗期发型又有变化,流的头发,更多的男人们都已脱一根,又粗又长的, 大辫子未容很多人形容尾,牛尾巴,如同一般,辫子戏,中表现的那样补充,清朝流辫子的男子是怎么洗头,的老北京,三十六行有一行叫做,剃头,担子一副扁单两头挑一头,是箱子装着剃刀毛巾头有脸盆板凳,一头挑着个小火盆,上面做一壶水,这就是剃头挑的一头热,当来有走街串巷, 遇到有人想要剃头,就摆好家伙事儿,让客人坐着或者躺着烧热水烫热手筋巴先热敷,让客人面部放松,然后动刀修面,据说手艺高的师傅修面只要寥寥数刀,一刀下去,胡子脸面全干净的再一刀下去,脑门并脚全干净,总之寒忙一点先到 好